东三新闻掌握的独家消息 柯文哲假账案持续廉烧 北姐已经将案件列为他字案 在侦办当中 不过一大早 包括正义人物会计师端木正的事务所 是被搜索之外 另外包含了柯文哲在台坡大楼的办公室 另外还有旁边的木可行销公司 同时在上午被搜索当中 而接下来不排除会约谈相关人员 从玻璃门望进去 是几位黑衣背着包包的检掉人员 这里就是台坡大楼中的柯文哲办公室 而木可公关公司 其实也位在此处与柯办共用区域 东三新闻就独家掌握 柯文哲政治现金假账案持续延烧 很明白的检掉在事情爆发后 以他字案来侦办 大动作的前往柯办 以及木可公关公司搜索 调取政治现金相关单据 凭证来进行比对 更不排除会约谈人员 说明厘清案情 但偏偏有一只手遮起来了 整起案件已经越来越浮上台面 其实包括另一间公关公司 你要负责人 同时也是黄珊珊的好友戴力林 传出在12号当天也被约谈 越来越多相关人士 都慢慢掌握在检掉手里 台北地监署14号指挥调查局 针对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假账案进行搜索 搜索地点包含二楼的木可办公室 还有三楼的柯文哲办公室 这些都是搜证地点 先跟大家说抱歉 因为今天早上呢 调查局的人员直接到台坡来进行搜索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配合检方的调查 其实检掉早就并分堕路 大动作开始侦办 但除了台坡大楼中的木可行销公司 以及柯文哲办公室 还有民众党中央党部 甚至包括身陷其中的会计师端木正的精华事务所 也传出在一早被搜索 但检掉低调不说明 柯文哲假账正义的关键人物端木正的事务所 也因此被检掉搜索 柯文哲假账怡云北检主动分他自然侦办 而目前被告就有柯文哲 以及妻子陈佩奇还有李文宗 和木可负责人李文娟 会计师端木正等人 而北检13号也以行文监察院 要调阅政治现金申报资料 随着搜索动作越来越多 或许假账怡云能尽快水落石出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现在柯文哲假账风波也爆出来案外案 这是一度自称是木可前经理的叶志光 在政治节目上 他不断的大爆料 引来民众党强力的批评 甚至木可公司准备要提出告诉 强调叶志光根本是没有认知过 不过现在叶志光是先一步 来到北检告民众党毁谤 不过民众党早在有人守在门口 跟警方爆发了口角冲突 你说自由时报吗 不是 你看下面你的标题 你写的是诈骗金 这次的字 立顶委任律师 手指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映 涉嫌诽谤 两方冲突一触即发 我太想问你 我在台中看过我了 笑死 北检远景在旁戒备 柯文哲金流争议连环烧 民众党林昭映不满 自称木可前经理叶志光 以及立顶公司总经理张俊棠 上节目自称替柯文哲选举活动 带电超过1300万元 至今还没追回 林昭映拿着平面标题 猛酸对方诈骗集团 欢迎在外面的朋友 有多少人听到李文中董事长 对外介绍我是木可总经理的 我希望有良心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在法庭上 我们可以来去陈述这段事实好吗 总PM不是总经理 赖的对话记录能够当法律证据 我也是扶了那个律师 这回叶志光张俊棠立顶公司 抢先出招案铃提告 毕竟民众党回籍 质疑叶志光的身份 再抢没签合约 哪来欠1300万 民众党时任竞选总案是黄珊珊 则事说好也要率队开告 民众党强调将会延后提告 未造文书罪 因为会计师端木正 擅自调解差额行为 造成情欲受损 不过民众党也承认 内控机制出问题 未来还会做内部调整 不过一连串的争议 恐怕难找回流失的信任感 同声学员刘伟成练志好 廖伟宏离如台北报道 柯文哲他指控 都是会计师端木正 作证结果漏报 当时代任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 原本是在上午11点 要来到北浅来爱陵提告端木正 结果因为科办遭到检调搜索 强调是配合调查到了预定时间 并没有现身 今天有没有跟端木正联络 没有联络上 因为他说是没有联络上 所以你有找他吗 找不到人 从家门口就在找会计师端木正 柯文哲惊要争取政治现金 假账风波 就是会计师漏报惹的祸 更让时任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前往北浅按铃提告 不过因为配合调查 原定时间黄珊珊并未现身 仍放话当面询问端木正 他当场承认作业不及 却当民众党前民主长谢力公痛批 黄珊珊身为竞选总干事 竟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民众党上下都指称 端木正甚至调节差额 但端木正有人透露 他已经和柯文哲正已闹翻 还气到无法入睡 且既然要便宜行事 也无法解释为何赚挑你要跟时乐 两家友好厂商去冲涨 背后没有高人指示吗 北市议员林亮君 也以他的经验举例 政治现金审保系统 会计师必须取得 柯文哲或竞选总部提供权限 诸多兼流争议说不清 也让当初陪同柯文哲 创党的心腹蔡壁如 只想这样问问主席 我看他在记者会上面 我看了是不是觉得很舍不得 因为认识他超过30年了 这一哈好像好像被公审这样子 每隔一段时间要去回过头来看看身边的人 我们是不是也跟人民还站在一起 当初的辅选工程纷纷发生 提醒柯正英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 东森新闻市中心综合报道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总统大选政治现金 遭人检举申报不实 目前调查局的人员正在搜索柯文哲的办公室 最新的独家连线报道 连线记者赵毅杰 老主播 柯文哲政治现金的假账案 目前持续在延招 那么在他们昨天还有前天都有开记者会说明 那么今天最新的司法进度就是 台北地检署他们今天一早是指挥了调查局要来搜索 搜索的地方总共两处 包含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会计师端木正的事务所 超晚端木正人也会被带到北检去约谈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家人在的这里 这里过去是柯文哲的办公室 同时也是木可公关公司的办公室 那么通过最新画面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今天一早调查官9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抵达到这个办公室里面了 而且里面的人他们是拿出一些单据给调查官 同时现在还在进行搜索当中 那么您看到其实事实上调查官今天就很多进来之后 原本木可公司要上班的人 包含民众党要上班的人 他们都没有办法再进到办公室里头 连停车都没有办法 现在这个案子为什么今天会有大动作的搜索呢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柯文哲跟端木正他们两边的说法是都不拢的 对此检察官事实上已经有向监察院来行闻 他们要调阅柯文哲政治现金的申报资料 同时要把这个资料呢 跟端木正事务所里面的单据 还有今天柯文哲办公室里面搜到的单据 还有木可公司搜到的单据呢 都要来一一比对 那么今天主要的司法进度就是 会把端木正还有这个木可公司的相关人等 都带到北检里面进行复训 不过你可以看到呢 事实上在人还没进到北检附训之前呢 今天到杀官他们在搜索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已经曝光了 因此今天呢 未来不排除也可能会约谈柯文哲 那么整个政治现金的假账案 当时民众党他们是表示 柯文哲的这个竞选副总干事陈志涵指出呢 经过他们第一阶段查核 他们发现确实有15笔漏报 还有2笔误报的支出 他们把这个错呢 都是推给会计师端木正 但是端木正他不认 所以呢 他多次跟柯文哲对杠的情况 因此今天呢 这件事情来到司法进度 所以北检呢 他们搜索了端木正办公室 包含柯文哲办公室 还有木可办公室里面的相关单据 同时会拿出柯文哲政治现金的申报资料 来进行比对 那么全案呢 目前总共有5名被告 包含了柯文哲 还有他的妻子陈佩奇 包含了整个民众党的财务长 李文宗木可的负责人 还有会计师等等的 其实呢 针对这个案子 已经约谈了一些被告 还有证人 那么目前的司法动作呢 都还在进行当中 未来不排除或是销完的时候 木可公司可能会有人 被送到台北地检署进行复讯 以上像展望到的这一消息 再把镜头交换棚内 好 继续要来关心的 也是最新的现场 是北检侦办了民众党的政治献亲案 今天一早呢 指挥了调查局持续持搜索票 搜索会计师端木正的事务所 而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呢 也将请记者王秦化来告诉我们 秦化 好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了这个政治现金申报 不实的遗余 那么我们现在也来到了 端木正的会计师事务所楼下 今天早上有非常多的媒体 就在此等候 因为传出今天早上北检市的调查局 他们是持了搜索票 到了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大动作的搜索 那么会计师事务所这边呢 是不否认的 不过目前端木正是电话关机中 讯息也未读未回 而北检则不愿意进一步证实所有这个动作 不过呢 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 他们已经把端木正以及会计师律师 会计师的事务所相关人员 准备带回北检 对于这个假状的这个案情 要准备进一步的厘清 而我们现在在现场的这个相关人员 他们也表示 对于现场 只证实说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就位在这个地方 但是对于今天早上 北检有没有来到现场进行搜索 是不清楚的 那根据我们的最新了解呢 现在就是有这个 要准备将人带回北检之后呢 在今天民众党的部分 也要将对端木正来进行提告 那么呢 在现场的部分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人员进出的 因为根据了解 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将人带回北检了 那么现场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在民众党在 在昨天喊出说 要对端木正提出进一步的告诉之后呢 今天将会到这个北检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最新情况将时间交换棚内 继续独家追踪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做假账的疑云 持续的延烧 换计师端木正被民众党指控坐账漏爆 而东人新闻独家掌握 早在了民众党召开了澄清记者会之前 端木正就辞去了党代表 看似要跟民众党划清界限 被白银指控乱坐上的端木正持续消失荧光幕 就连上班地金华会计事务所也未能见到他的行踪 但事实上端木正跟柯文哲很早就认识 柯文哲到台北市长时两人就交集 翻开第一届连政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时间回退2016年 早在柯文哲就任台北市长第二年时 就跟端木正在同场合 当时端木正针对局处使用预算颇有见解 数不知八年后 曾跟柯文哲走如此劲的会计师 被民众党往私利打 据偶解端木正8月11号 以个人因素此党代表 8月10号要生效 看似就是要跟民众党彻底划清界限 对比这个画面格外讽刺 其实都对于本党的这些经费 都有一个严密的一个考核的机制 事实上民众党指控端木正便宜行事 以时间来不及将漏报的2000多万元 擅自调节 但这是漏报还是虚报 这牵扯到会计师的名誉 因为时间紧迫 是做成这才做成这种情形 其实我们也难说 这种非常少见的状况 我想会计师一般来讲 应该没有这个翻译才对 确实一般而言 会计师事务所比较常见 承拦候选人查账工作 单单就民众党个案来看 民众党委托端木正 单载收支出资料 并由同一人向监察院申报 并非常态 你参选人的竞选经费 是不是记查账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在一起 这目前来讲 这目前没有明确的规范 科文哲政治现金假账淫于延烧 回顾民众党的历史 只能说习日最新进人的回籍 往往伤人最深 农先生 郑龙 新总统 他先去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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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新的 我看你 你